《王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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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征 朕封你为 建议大夫 我要你 知无不言 是 陛下 你站起来 转过去 宽衣 穿上衣服吧 是齐王的一副资 陛下他知道了 他怎么说 陛下他什么都没说 有 回去等着接纸吧 好好养身子 等等 将来一定不能 让孩子知道 他是齐王之子 明白吗 明白吗 你们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陛下 太上皇已经训位多日 至今 仍居住在太极宫内 臣以为 应该给太上皇 安排一个新的居所 这件事情 我不是没想过 而是没想好 今天 既然提出来了 还是很 knives 说 便是 你们就议论吧 你们就议论吧 陛下 太上皇喜居一事 还是慎重一点为好 太上皇陛下意愿如何呀 我可带陛下去问问太上皇陛下 如果太上皇陛下愿意习签 你们看签在哪里呀 陛下以为红义公如何 好 好啊 红义公好 不过 名字要改一下 就叫大安宫吧 就让太上皇在那里 一养天年吧 陛下 陛下 既然要征求太上皇的意见 为何太上皇的意愿还未问明 陛下却已连殿名都改好了 这是谁呀 我怎么不认识 陛下 此人名叫孙福佳 刚刚调入京师 那好 你说说 你是什么意思 臣以为陛下 陛下这样做是不孝 所以才有此不当之举呀 孙福佳 你在朝堂上出言不训 目无天子 朝廷的尊严岂容你如此践踏 陛下 臣以为 必须要严惩孙福佳 孙福佳 胆大妄为呀 在朝堂之上 当众 败坏陛下 实在可恶 应当斩杀 只有这样 才能维护朝廷的尊严 孙福佳言辞过激 是他的不对 但罪不至此 今天要杀死孙福佳 那么陛下恐怕以后 只能听到 阿谀奉承的赞美之词了 这难道是陛下 想要的结果吗 那照你这么说 朝堂上 有人公然辱骂皇帝 是陛下想要的结果吗 受人息怒 无非是一时之气 气过之后 我要想一想 别人奚落你的话里头 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啊 若是每天 耳边都是一些 一美夸赞之词 那听和不听 又有什么不同 比起前一种结果 我倒觉得 后一种结果更是可怕 伟争 这是朝廷 传指 把兰陵公主员赐予孙福佳 谢陛下 我 重赏孙福佳 并不是 他说出了什么 治国的高论 其实 他所说的 也是你们当中 很多人想说的话 只是 你们不敢说 我 重赏孙福佳 是因为 他是我登基以来 第一个 敢当面指出 我不是的人 就为这个 我要重赏他 我要让你们都知道 今后 在朝堂上 你们 要畅所欲言 无所顾忌 朕的意思 你们明白吗 等一想 有一个魏征就够了 没想到突然又跳出一个比魏征还厉害的人物 今天算他走运 现在陛下 算是记住了 这个孙福佳 别的没什么 他这方面学得快着呢 这个皇帝喜欢什么 就有人 要出来做什么 偏偏咱们陛下喜欢听反话 自然就有孙福佳这样的人 出来说反话 太上皇 已经答应了 戏剧的事 答应了就好 太上皇没有为难吧 太上皇 太上皇陛下 似乎已有所准备 我也向太上皇说明陛下将弘异宫改为大安宫的用意 好 这件事 你办得不错 今后 太上皇洗牵的时候 还有劳你操心呢 太上皇觉得大安宫怎么样啊 好啊 好啊 住得还舒服吧 一张床而已 在哪里住不一样 这太西宫呢 地势低又淋着水又冷又湿 到了冬天 日子就不好过喽 我这个人啊 也没那么多讲究 你说的这些 我就没绝出来 等绝出来了 那呀 那就晚喽 说明啊 已经上这身子了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难道还不知道我这辈子吃了多少苦 要是叫苦的话 也不会有如今大唐的天下 说得是 说得是啊 是 草原十八部 陈兵畏水 长安大敌当前 一年前我在宾州 足退了十八部族 说来有些侥幸 这次诸位有什么良策 就是一个打字 草原十八部 你不打他 他是不会退的呀 退不退啊 陛下 发兵吧 即使这次退了 之后呢 之后又再屡屡进犯 永无宁日 陛下 要想一劳永逸 当然是彻底击溃 但这一次 这次若不能彻底击溃 还要有临时的策略 一起燃眉之急呀 草原十八部毫无信用 大唐目前的兵力 足以与之抗衡 解决十八部 否则 大唐将会被那些 毫无信用的人 永远的纠缠 不知是否有草原十八部 民心可为我所用啊 王道的 这个魏先生啊 老是民心 民心 民心的 草原十八部 假如要是掀起来的话 他们去放牛放马 战时他们会全民结兵的 哪来那么多民心呢 咱们把这里变成草场 那得养多少牛羊啊 那变成草场之前 我先要到长安城的太极殿 去住一住 你小子 来 咱们的直师私利 该出发了 该出发了 大漠以北 民情 确如玉池将军所言 这草原十八部 在隋朝时分为东西两大牌 其所辖地域 远比大唐辽阔得多 铁器铸造非常精良 齐军战术 非常娴熟 在兵法上 并不固守一地 来 则能战 困 则远走 而我大唐呢 我大唐是以耕之为本啊 这譬如乔木不利移动 两方利益本不同 以目前说 我大唐既然是以耕之为立国 那么 臣以为 以和为少策 将来国力强大 才能解决草原十八部啊 以大唐目前的兵力来看 一举解决草原十八部 然后 百姓随便耕之多少年 也没有忧虑 这不也是上策吗 那如果 不能一举解决呢 我请命 一举解决 以偷担保 我相信将军 能够一举解决 我也相信将军 不惧战死沙场 但未能一举解决呢 站住 你们没有人迎接吗 我们奉命守备便巧 没有奉命迎接 好 那就快去告诉你们的可汗 告诉他 最强大 最高贵 最辽阔 最不可思议的草原十八部的大可汗 竭力 伟大的 雄鹰般的竭力可汗 来到这美丽的河边 派出他的使者 我直施私利 到长安去见你们的可汗 双岸无作 你回去禀报 是 为什么 我只是说让你们通知可汗 并没有说我要在这里等 驾 你们看到了 是让我过去 还是让他们过去 进阳起兵的时候 因为我们军力不够 太上皇派刘文靖去联络 借兵草原十八部 十八部族十必可汗派了两千骑兵 虽然兵力不多 但是很有声威 虽然 太上皇向草原十八部成臣 我们面子上不好看 但是 我们毕竟建立了唐朝 这些人 话道不能这么说呀 当年薛举 窦见得王世忠 这么说吧 举凡逐鹿中原者 无不对草原十八部成臣 无非是想借其利益 夺取中原 那倒不是 只有太上皇才对草原十八部成臣呢 朕还是觉得 方弦灵 方弦灵说的是个实情啊 现在 我们赌不起 现在不赌 未必输 将来赌 我们肯定赢 肯定赢就不是赌了 如果朕赌 朕会以义军之力去赌 就像宾州一战 朕绝对 不会用大唐的义国之力去赌啊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 朕 决定 决定 忍辱 继续纳宫 以求国力 之转还 让琵琢瓶宫 再奏破阵阅 陛下在宴会吗 没有 陛下一直在与文武大臣闲聊 哦 我知道 这个乐曲我知道 应当是陛下 还是秦王的时候 出征时用的破阵乐 我没有随陛下出征过 我只知道 他是陛下凯旋时所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是谁呀 如此悲痛 陛下 草原十八博使者 直施私利 已在此更后 难怪 这是他的家乡曲子 请他到前面来吧 是 请吧 草原的鲜花已经开过 百灵鸟为什么还会飞来啊 陛下 百灵鸟的翅膀娇嫩 我们来的是杰利可汗和突利可汗 啊 我的朋友们来了 你可带来了他们的祝福 陛下 我带来的是雄鹰和遮天蔽日的乌云 雄鹰的家乡不止一处 乌云也不再一处停留 大唐的雄鹰 翅膀还未丰满 而大唐的乌云也遮蔽不了四海 我这次带来的是百万的雄鹰 百万雄鹰 哦 确实是乌云哪 不过 我来算一下 一只战斗的雄鹰 需要四只雄鹰来帮助它 才能击败敌人 因此你们只有二十万只致命的雄鹰 而我们也有二十万只致命的雄鹰 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家乡 不必有四只雄鹰来帮助他们 当然了 以大唐的人口 也许会是六只雄鹰来帮助它 不是这样吗 朕就不明白 我们屡次和你们结盟 送给你们金银绸缎 至今已经不计其数 可是你们却屡次毁弃盟约 难道草原十八部的人都不讲细语吗 当然 我这样说 并不是毁弃盟约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会不给你们金银绸缎 所以 朕 大唐天子 要亲自前忙 斥责你们的克汗 陛下 那草原十八部竭力大克汗和突力克汗 会非常钦佩陛下的 好 既然是毁弃盟约 那 我们就不客气了 来人呢 在 把草原十八部使者 指师私利给我控押 等朕回来 斩首 是 走 走 你 陛下 你这样对我 你会后悔的 好 走 陛下 指师私利 毕竟是使者 两国交兵不产来使 希望事情 还有转还 皇帝旨 朕 欲前往 为何前线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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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岸出现了七个人 是他们派六个人送指师私利回来吗 七个人里没有指师私利 没有 没有 来的是他们的皇帝 皇帝 是李世民 只有七个人吗 只有七个人 是 有没有弄错 再去看看 是 不 我们自己去 五个人 三 二 二 四 四 二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你们要干什么 阿世纳多毕 你们听好了 我要过桥 陛下 不能啊 陛下 不能啊 陛下 您如果自己要过桥 我们有再多的人马 也没有用了 隔着为何 你们就让我这么喊下去了 我们可以派人过去 先军一放 还是我来吧 不可以啊 陛下 以前打天下 陛下总是一马当先 现在陛下不再是秦王的时候了 不可置一国之军 于安危旦夕之间的 匈奴当年 唯汉高祖于白灯 汉高祖若有闪失 汉朝就没了 陛下 不可仿效汉高祖 大唐不可以没有陛下呀 好 好 我答应你们 直到桥中间 李武 是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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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继位 你们就来朝贺 不必来如此多的人马 我听说你们争夺太子之位 长安很是不平静 发生这样的事 我能不来看看吗 你来晚了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现在是大唐皇帝 我要给你介绍 我的忠书令房玄陵 他的智慧 你是永远想象不到有多高 可惜的是 因为我做过尚书令 所以没有人可以做尚书令 还有 我的左仆叶萧羽 他等于尚书令 他的唯望 你也是无法想象的 我还要给你介绍 我的吏部尚书 长孙无忌 他的忠诚与才干 你永远无法想象 你刚才直呼我的名字 很不礼貌 你又给我介绍这些人 说他们的能力 我无法想象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要告诉你 这是一个崭新的大唐 新唐朝又怎么样 新的朝代 不会毁弃旧的盟约 我要告诉你 我们答应过的 每年给你们的粮食和绸缎 我要继续给你们 好 你远道来到长安 我要亲自告诉你 我要信守盟约 对 如果我不再遵守盟约呢 你们都来吧 你们都来吧 我们接过盟 就如同香祸兄弟 不可以说变就变了 好啊 我可以不变 可是我既然来了 我不能空着手回去 我得多带些东西回去 好 这样吧 我们重新定了盟约 我给你你想多要的东西 可是我的兄弟 你要遵守新的盟约 好 明天怎么样 好 明天 遍桥上 我们斩白马 盟市 好 明天遍桥界 一言为定 扯兵 驾 驾 好 好 来了 我们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哈哈哈哈 好 大唐赢得了时间 等着吧 后会有期 陛下 陛下 那儿 那儿有兔子 陛下 原来你在这儿 你看看 这里当初一定有过一场恶战 你看那些骸骨 以后这种景象不会再出现了 草原十八部几年之内 是啊 应该不会再进犯了 用耻辱换来了几年的和平 小灵 你觉得值吗 值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有了这几年时间 我们才有了治理国家的机会啊